立法會恢復審議財政預算案 審議千多條修正案 社民連同人民力量的議員提出千多項修正 並且多次因為會議廳人數不足 要求主席點人數,令會議暫停 而在辯論期間 人民力量同社民連議員否認自己拉布 指控建制派議員展示的物品抹黑 吳志庚報道 財政預算案恢復審議 建制派各出其謀 在會議廳裏面展示反拉布的物品 引起第一輪的爭辯 我之前放的東西在這裏 有時就給我擺,有時不給我擺 那你就說要跟發言相關 有霹靂金剪刀,又有拉布001 是不是相關的呢? 這把剪刀是預示促請主席你盡快展布 這個物品就是拉布計時器 亦都跟現在正在進行的拉布絕對有關 梁國雄議員,我希望你用事實證明 現在不是在拉布 這就是叫做本來未有布,容人自剪之 有泛民議員,隨即表示不滿 如果根據文件說話是沒有拉布兩個字 為什麼你要說是拉布的呢? 梁耀忠議員,如果你不再坐下 我就認為你在拉布了,請你坐下 我是在抗議中,主席,我不是拉布 不立即坐下,我就要求你離開會議廳 我只會離開,但我表示抗議 梁耀忠之後離開會議廳 全體委員會將會審議1192項的修正案 大部分都由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提出 開了半日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長期不在會議廳 議員就多次禁制,要求點人數 曾師長曾經說我是欺負他 明知道他不敢還手,我就去扔他 他現在不是欺負我們嗎? 明知道我們叫他回來都可以不回來 我看12度金牌照不照這個懶人回來 照曾俊華的雲泊回來 千多項的修正案會分為五折辯論 之後會逐一表決 NOW TV記者吳志庚報導